啊 又没什么事吧 没有 嗯 整个这儿及时给我喝 谢谢啊 都挺好的 报道 刘哥那儿找你呢 假说 真的 刘哥那儿在这儿呢 嗯 刘哥那儿你坐 哎呀 没事 我到那边去坐 你坐这儿吧 谢谢啊 我没吃啊 哎 别走啊 我没吃啊 你们坐这儿吃啊 没事 行行行 行了行了赶紧坐吧 老师 嗯 你这人缘混得也不行了 你看你一来人都走了 哎你个进罗子 你也学会挖苦人了啊 什么个讨厌的 哎对了 我刚才放在你办公桌上的 那些资料和这两件定书 你看过没有啊 看了呀 这个设备科那些人怎么没回来 设备科那帮人他们过两天回来 再做一些善后的工作呢 这一次这个事 你办得很漂亮 表扬 呦 这么说 我就可以交差了进到矿港 交什么差 我告诉你啊 嗯 这个设备更新是大事 等设备科人回来以后 我要组织一次听证会 你呢要向大家汇报 大家点头这事才算过 行我知道了 嗯 你进修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得去啊 不去也不行啊 你看你看 又来劲了不是 我跟你说啊 人家王永辉啊特别想去 为这事还专门去找了王副局长呢 你呢 你抱着个金疙瘩 你还不当我回事 你傻呀你 我傻 我是大傻瓜 行了吧 我没时间我走得开吗 再说了 你看我是 在矿上长大了 你怕滚打我什么不知道 为了 一张文凭 不就一张尺吗 我搭了时间 你说我吃不吃 你瞧瞧你 就你那点文化的知识够用吗 哦 咱们引领矿就不往前发展了 咱们煤矿是这样的 不敢出事 一出事肯定是大事 那当然了 对不对 你这样啊 你们安检科的人啊 你要派出人来 二十四小时盯着 没问题 我 嗯 这样我在局里边上课的时候 才能安心啊 呦 哦 离了你这地球就不转了 那人家王副矿场是干什么的 人家就不能管这些事啊 王五辉吧 这个人办事磨磨叽叽 他这不果断你知道吗 你小瞧人 行了 这么说吧 你去还是不去啊 不想去 你 但我得去啊 这还差不多 当爹的啊 今天亲自给儿子倒一杯 来 二哥 来 二哥 儿子啊 回矿上干吧 在矿上干得顺心 干得踏实 你二哥啊 好歹也是个矿长了 他总不能六情不认吧 在这件事情上 他得听我的 不听还不行啊 因为什么呢 我是他爹 别犹豫了 爸爸 我知道你还想上 想着个刘拽拽 人家刘柱子 都不让登门了 我要男子他 我不上门 天下好闺女多的是 还叫非得缠着他 要我看呐 他刘拽拽怎么能配得上 我们家老三 你说是不 老婆三 那是 那是 有人吗 大白 大妈 你们好 你又来干啥 大白 那天是我对不住您 您呢 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啊 你别扯 我们宝宝已经决定 回矿上干了 这个我知道 我 不是不让宝宝回矿上干 我是说呀 我们怎么也是兄弟一场 这零了了 有几句话呀 说说 宝宝 咱哥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大哥 我不为难你啊 大白 你放心 我跟宝宝不偷不抢的啊 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似的 您呢 就是我亲拜拜啊 宝宝 咱们走吧 你可早点回来 大白 大妈 再见啊 来 走 你怎么让宝宝跟他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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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我知道 早早了断了好 这回我爸又要说我了 瞧你这点出息 还像个男人吗 老三啊 咱的小妹窑又开工了 你挖来的那几个人呢 都走了 就留老娇皮一个还算仗义呢 老三 你把那几个人都给我叫回来 他们现在不会听我的了 你这也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 你到底能干什么你 哦 对了 给你一个能干的差事吧 你到拐五那儿 把雷管和炸药给我弄回来 还要弄炸药 现在可是顶风作案呀 有什么办法 这不是骑虎难下吗 你说我几十万都投进去了 不把本弄回来 我怎么收场 老三 我保证干完这一趟 咱就收摊子 就是政府不查 我也收摊子 这可是你说的 对 我说的 你先把雷管和炸药给我弄回来 还是去望树沟吗 拐五早就挪地方 你到实力铺 我等你的信啊 很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把大家叫过来开会 对 因为这个会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二号采区 马上要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 林云廷科长前两天出了一趟差 出差的目的就是购置新设备 对 那么今天晚上呢 刘云廷要给大家 汇报一下 采购新设备的一些情况 在他汇报之前 我宣读一份任命书 人事任命书 经矿物局党委会议决议 任命刘云廷同志 任命刘云廷同志 为严岭矿的总工程师 大家表示祝贺 好 爸 妈 回来吧 等我呢 你喝酒了 没办法 今天陪一个客户喝着点白酒 我们那个吴董事长啊 气死我了 他欺负你了 他敢 他回上海去了 这边一大单子业务 全让我一个人临时负责 今天这顿酒我可没白喝 一单业务 当时就签下来了 爸 妈 我先回房间睡了啊 哎 对对对 你先别睡啊 妈去给你打盆热水来 妈 妈 洗洗脸 看看脚 先别睡啊 这几年啊 改革开放时间之后 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成功 关键要砍它 是不是有了一个 具有核心力量的领导班子 你说的很厉害 尤其是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他可起来关键的总量 真理啊 绝对的真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味啊 有你的尊尊教导 我根本就不用进修去 去 少在这儿挖苦人啊 跟你开个玩笑 你就是不让我去我还不答应呢 其实 有一个道理我一直很清楚 什么道理啊 冰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呀 何况你还是个主帅 不 不是帅 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学生 这还差不多 好了 时候不走了 就到家门口了 回去吧 我走了啊 嗯 慢点啊 好 拜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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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熊 拿了一辆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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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赶快把那个东西搬过去 好 你们俩别干了 来 过来 注意安全啊 老赛 你赶快到警下看看 潘哥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我把炸药弄过来 就让我走的 嗨 说是说过 可现在技术间的都走了 老焦平一个人我不放心 今天白天有人跟我说下面不对劲 哎呦 怎么还没睡啊 饭还没吃呢 睡啊 喂 咱们这宝宝呢 白天出去到现在也没回来 嗯 聊了我就热热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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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啊 你当了矿长了 当了大官了 你心里头还装着你兄弟没有 哎呀 你好好说话 怎么了 我给你说的宝宝的事 你全在耳旁疯了是吧 这个事还得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 我现在要的是你的态度 那宝宝现在人在哪呢 又跟着个姓旁的走了 嗯 宝宝长宝宝短的 烦不烦人哪 我哥跟我弟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掏心呢 妈 你也去睡吧 都算我完了 待会儿这儿我来收拾 行 那你收拾啊 嗯 嗯 哥 我问你点事儿 喝酒了吧 说 哥 你当真鼓动无音号收购小梅瑶了 什么叫鼓动啊 我们俩意见一致 那我就不明白了 小梅瑶现在是私人业主的 我们一龙公司把它收购了以后 它还是私人业主的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事儿 犯了有什么意义吗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哦 到我这儿就变成只知其一了 那其二呢 其二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满身酒气赶紧睡觉去 嗯 那这儿你来收拾上啊 好好好 老三 你看 下班到底怎么样了 哥 你要信我的话 马上把小梅瑶给关了 我干嘛疯啊 放着黑金子我不要 我疯了 韩哥 我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快说 我现在一直也说不准 韩哥 这小梅瑶不像国营大货 景下连最起码的安全设施都没有 这样下去的话太危险了 你拿说不准的事情来吓唬 我要你干什么呢 你还信不信吗 反正我现在不是小梅瑶这人的 你怎么就不是小梅瑶这人了 啊 靳老三 你还老子钱了吗 老三 我跟你说啊 在没有还金钱之内 你就得给我付全部责任 是你说的 我把战友拉回来之后我就可以走了呢 那我也没说你不还钱就可以走了 对 行了 兄弟好好干 下边呢全靠你了 亏不了 下去下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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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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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别别人家 跟我开门来 有心都没来客里了啊 真怪想的 老康老康 你好 慢点啊 康大 好 好好 您忙着 金矿长 没想到吧 你们这是 是局长他们亲自送我来上班的 坐坐坐坐 来 快坐 快到水去到水 好好好 来 老康长这怎么想起上班了呀 什么 嫌我这老康长挨手挨手的是不是 对 我告诉你 我还是引领矿的书记 我还是这把椅子后面的顾问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 你是说二号采区要进行设备改造 离不开你 所以你抽不出时间了去上学对吧 云霆啊 告诉他这一期的进修班的学识设置 我呀 懒得告诉他 弄 自己看 我就知道你没有仔细看这份通知 一星期才拓展三天 别说有老矿长支撑着 有王勇辉在 严令矿的工作也照常的按部就班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思想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你施展才华的巨大障碍 行了行了 局长 人家静奉长也没说不去嘛 呵呵呵呵呵呵呵 哎呀 还真是一家人呐 呵呵呵呵呵呵 说啊 多会儿就报到 哦 这上面说是周五 好 周五啊 你怎么一整天都不说话呀 你不用难过啊 杨大夫不是说了吗 先调养一段时间看看 不行 咱可以做第二次手术 但那时候就好了 大不了换块骨头 我有啥好难过的 那你还板着个脸不说话 我在想小儒 人家非清非故的 你看你 几个盒子就把你感觉成这样了 我刘云霞伺候了你这么多年 跟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也没见你这么伤心过 告换来了一堆故事 云霞 你知道啥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总怀疑我跟小儒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是撵着风逮影子 不是人家赵普波撑不到今天 不是人家逼我到医院检查 我或许真的就贪了 云霞呀 人家小儒的姓是泉水做的 你知道吗 我住院以后 她为什么不再露面了 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 她那是怕见我 那是因为我身旁有你们了 她放心了 那你这么说 我还是错怪她了 错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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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霞 你说得太轻了 你把浓浓的血 当成淡淡的水了 那 云霞 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好不好 那我还要感谢她 晚了 她已经离开矿上了 你不是说她是孤儿吗 那她能去哪儿啊 她是孤儿 可是她的心不顾 她什么都容得下 我能打他 别急 wireless 您也可以看 您 可以看 您好 我是孤儿的 您好 您好 我没啥惦记得了 核桃是上次从老家带来的 俺从那个老中医说 这东西补身子 我信他的话就给你带了些 我走了回俺的老家去了 再说矿上的合同也到期了 我没有了工作 还待在这里干啥 师娘是个好人 照我看得出来 可她总是不理我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师父 你能不能对师娘说一声 就说小如 没她想的那么坏 好 有包子 吃一个 香吧 好吃 哎 这人呢 还在睡懒觉是不是 哼 我现在就把他给叫起来 快别吵着她 快吃吃吃吃吃 怎么了 跟我们俩傲气呢 为什么傲气啊 还不是为了那靖家老三啊 哦 人家刘拽拽 在跟你们进行着 王强的斗争是不是 哎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尊重一下 别人的选择呢 我觉得靖宝宝她就不错 你知道个啥呀 你 雲婷 别用这张眼光看你嘛 啊 其实 该知道的你也知道 哎 咱就说你大姐吧 嫁给了靖山 怎么样 靖山现在还在医院里住 你和靖川 我也不说了 你说 咱刘家的三个闺女 总不能都变成老靖家的三个儿媳妇吧 就是 那街坊邻居都看咱们家的笑话呢 好像咱们老刘家 就专门给他们靖家生儿媳妇一样 妈 那种话你也听啊 再说了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管得着吗 哎呀 我就奇了怪了 那天你家男人多的事了 干嘛非得找他们靖家来 行了行了别说了吃 吃饭啊 吃饭吃 我先想要不要去 你准备吃饭吃 你准备吃饭吃 人家里想要不要去 我不是 我给你带我们家带你 你带到哪里 你在干嘛 你开了 这不是暂时的吗 陛下 我站不起来呀 没事的 等你好了 就往起站 这个价还靠你撑着呢 哥 听我嫂子说什么了吗 还等着你啊 往家里撑票子呢 哥 杨大夫说了 等你做完第二次手术以后啊 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说不定 还可以继续下井挖煤呢 哥 现在警察的工资可高了 小瓦二愣子他们 每月都得挣上千块钱呢 看啥呢 今天他没来上班 谁看他了 是说 咱们该和杨大夫告个别吧 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手续都办妥了 可以出院了 谢谢杨大夫 给你回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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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来 快点 快点 来 来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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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来 把你回去了 来 来 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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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早上给你发了好几条短信 你为什么不回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手机落车里边了 金九大哥出院 我得帮他呀 好吧 十点钟 老地方 不见不散啊 好好好 好 我听你的啊 好 就这样 是拽着训你的吧 走的 我来吧 来 喝宝宝 你跟他说说话 是 是 说啥了 说啥都行 只要别让他出去就行吗 我没这个能耐 他说你去吧 是 你去说吧 你去 你去说吧 你去 轩轩 今天你不是休息吗 是 只有躺在床上 坐在家里 才叫休息啊 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市里买件衣服 不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两天呢 我真和你妈商量了啊 天一冷了 我们拽拽呢 也该换季了啊 应该买几套像样的服装 对不对 对 就是 买最时尚的啊 是吧 他妈 你和轩轩一块儿去 也好参谱参谱 对吧 行 就是 可以啊 别让我妈丢了就行 行 去 你不去 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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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妈 哎呀 等一下 我玩走快干嘛呀 哎 包 哈 儿子 来 爸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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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让宝宝呢 哎呦我来 这个来来 妈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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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 来 慢点 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来 慢点啊 爸 宝宝 你有事你先去忙吧 我给送到屋吧 你人在心不在 活儿早上让人跟我走了 快走吧 那行 来 二位 你买衣服啊 对 你推上 推现一下 那件不错 试试 来 找找 不错吧 好看 嗯 还有什么 这件不错 妈 你真会选衣服呀 多挑几件 听见没有 妈 你帮我选吧 都听你的 行 你选 试试 看这件 这件好吗 这件 这件衣服真漂亮 你等一下 看你脸可白了 妈 你太 眼光真好 来 再看看 试试 来 看这衣服怎么样 妈 妈 我在这儿试衣服 你去给我买点吃的 我从早上到现在 还没吃饭呢 拽拽 咱们试完衣服再去 妈 妈 我饿了 你去嘛 拽拽 咱们试完了衣服 我跟你一块去 行不行 妈 我在这儿试衣服 你去给我买吃的 你要是不去给我买吃的 我就不试了 买 买买买 快快快把衣服拿过来 把这个也拿上 妈去给你买吃的 那你快去 那你快去 快去 快去 拽 拽 快进去洗衣服 快去呀 拽拽 吃的买回来了 吃好了没有 拽拽 拽拽 服务员 你 拽一拽 拽一拽 你才来呀 我都做了个梦了 我 刚把我妈给甩了 别提了 你刚才说你做了个梦 你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啊 我梦见啊 我梦见有一个山洞 洞口特别特别大 我就走进去了 走着走着呢 我就隐隐约发现前面 有一个仙女 我走进一看 这仙女我还认识 你猜这个仙女是谁 仙女是谁 这个仙女是谁 就站在我的面前 真的 今天干嘛呀 嘴巴抹蜜了你 吃什么了你 我嘴巴一直抹着蜜 你咋搞的嘛 一个大货人 跟着跟着跟丢了 拽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这个小混小子 怎么偏偏和这就在一起呢 真是 拽拽 我看咱俩这个事悬了 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实在是战斗不够我爸呀 你不知道 我一提咱俩这事 我爸就跟我急 拽拽 你说咱俩家家长 要是死活不同意可怎么办啊 唉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事 要不然我们共同绝食吧 瞧你那点抽血 我才不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 唉 你听过没有 有一句话叫 没有比心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所以咱们自己的路 一定要自己去走 那你说怎么办吧 我听你的 他们不是不同意吗 同意的话 咱俩还能这么偷偷懵懵的吗 所以就要突然袭击 让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是说咱俩先把结婚证给领了 美的你 第一 先把户口板偷出来 太伟大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才是万里长庄的第一步 我 爸 妈 妈 妈 爸 金山出院了 今天刚出院 真的坐上轮椅了 没事 妈 怎么就坐上轮椅了 我跟你说 我姐夫 再做完这第二次手术啊 他就能剑步如飞了 真的 那就太好了 妈 爸 你们俩怎么了 没啥 没事 什么没啥事啊 姐 我跟你说 咱爸咱妈呀 又在生拽拽同志的气呢 她不要气死我们不可 可是这事就拜托你了啊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别客气 别客气您 不客气 来 来 别了 不客气了 快走 那好 那您 那我就走了啊 好好好 谢谢了啊 不客气 你孩子回来我就让他选 好 选好了给您回话 好 再见了啊 好 再见 走了啊 他爸 这扣得住吗 有病乱投医啊 这是说的啥话 那介绍对象是大喜事 怎么能是乱投医呢 我是说 刚才介绍对象那个王姨 那个女人跟咱又不认识 她凭什么这么热心呢 她认识钱吧 我给了三百块钱介绍费 哦 原来她是婚姻介绍所的呀 我说呢 那个儿子 踹踹踹 票 那小爹 你owo 就不是回来啦 踹踹 妈 妈 踹踹 甩了我是不是又跟金宝宝约会去了 没有啊 妈 你不是亲眼看见我进去试衣服的吗 等我试完衣服出来呀 我就看不见我亲爱的妈妈了 贫吧 使劲的贫 妈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转转 我问你 你买的衣服呢 衣服哪去了 我 我连我亲爱的妈都找不见了 我哪还有心思买衣服呀 妈妈 你 妈 你不知道人家多爱你啊 笑笑笑 有什么好笑的 哎 妈 转转 这都是你炒老火 你看看 那宝宝事儿安顿不好她心都安静不下来 哎呦 妈 宝宝 妈 爸 回来了 嗯 刚才婚姻介绍所那个王姨 来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快来看 哎呀 来来来 这小孩子坐完站 来 对对对对 等不及了就 来 你看看这几个姑娘 对吧吧 长得有 来 你看看这几个姑娘 长得有多俊呢 胖是胖是胖的样 瘦的是瘦的样 瘦的是瘦的样 哎呀 你说人家是咋长的这闺女 宝宝 妈 婚姻大事啊 她本是个缘分 这里这些姑娘啊 说不定哪一个 月下老人已经给你摔上红线了 你看 这个怎么样 哎呀 妈 我的婚姻大事 你能不能不管啊 爸爸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 留住在家里三闺女啊 我们可是为你负责 别给脸不要脸 不不 快 快 快来 嗯 来看看 行 我 我看 好 我看 哎 这就对了 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啊 哪一个不比刘拽拽强 你看看 强 强多了 爸 我回屋仔细看好吧 嗯 好好看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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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